到年底了,累死累活的在工地忙一年,这一算照,啥钱也没落着啊 可不是嘛,我呀都累瘦了 整天风吹日晒的,一年也就剩那万八千的 加了一年就只得这点钱呢,到年底了也没存下啥钱呢 这个年不好过呀,该怎么跟老婆交代 都漏气了 不知道他还以为咱都迷工工资多高 可累死累活一天,也就那百十块 再出去日常花销,哪还有钱呢 可不是嘛,每个月再给老婆孩子寄点,给爹娘寄点 自己可以省着点,但是玩还要上学呀 知己呀,现在啥都贵,一百块钱都不顶啥事 随便买点东西就没了,再赶上个头疼发烧的 一年可不是白忙活吧 哎呀老婆,我打工回来了 还有脸回来,你挣的钱呢 都民工不比其他人 一年能有七八个月能干活就不错了 赶上春重秋收的带回家忙活农活 赶上个刮风下雨又不能开工 不开工就没有钱,闲着呢,也心交啊 农民工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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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干哪有东西种活累活 却又挣不到什么钱呢 都说现在生活压力大 但是再大 谁还能有农民工压力大呀 上有老下有小 有赡养父母 要供养妻儿 辛辛苦苦忙碌一年 本想着给父母买两盒营养品 给妻子添两身新衣服 给孩子买一个梦寐以求的玩具 可是从包工头手里拿到钱的时候 看着那寥寥无几的钞票 谁能感受到他们的内心 是多么的无助 多么的疲惫 农民工真是难哪